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金国 赵宝国 他的名下 所以我们明确的怀疑 我们觉得说赵金国先生 他住在这么好的地方 他名下还有公司 现在还在营业 都是建设大亨 但是却不愿意赴给 这个关赏歇业的劳工 法院应给的判决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鬼师拜素不赔钱 鬼师拜素不赔钱 基建百万难过年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是很忙的 我们是很为他拼命的 今年我们是连年都难过 当他 在这个时候我们曾来找过他 他都不见面 他也不理会我们 那你说我们这些人要怎么办 逼得我们要这样走上街头 并非我所愿 我只希望说你好好跟我们说清楚 其他焦金国焦家四兄弟名下的公司 都还好好的营运 都还在继续的营运 都还可以继续工作 那今天他既然以拖展的方式 就致辞些人多于不义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滴水没有进去 但是那个之前还有那个加班费 他都没有支付我们了 我们一天我们上班时速是15小时 假日的时候那个车流量是 我们群车收费 那个车流量是上千元 而且都集中在下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是很忙的 我们是很为他拼命的 结束营业就结束营业 也没有面对我们 你至少你是老板 当时我们一面讲说 那我们为了什么原因 我们要怎么办 什么都没有讲啊 就这样子莫名其妙 然后我们申请老委会的调节 两次不到底 那要怎样 那只好走上法律途径 那今天官司我们申诉 那他还是必不见面 官司拜祭的一天 机械法案南国人 机械法案南国人 江青果 出来面对 江青果 江青果 江苏前来 江青果先生 我看到下面你们的跟他一样 我看到你们在上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良心何在 你欺负我们这样子 你良心何在 下来面对我们 你下来说清楚 到底要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要怎么这样讲 那心中的智慧 人家欢乐过年 我们心里那种的苦 却不知道要跟谁讲 对不对 他要是什么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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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 我来说 我来说 他会说 他也在 他要紧张 他